6月2日 在四川省雅安市保新縣保新中學暗置點內 10多名5歲至9歲的兒童圍坐在兩張大桌前 專心致志地用彩筆描繪內心世界 圖畫裡 小朋友在操場追逐打鬧 專為正區兒童建立的清淨兒童樂園 成了正區兒童寄託心靈的地方 我們清淨兒童樂園主要是為兒童提供一個安全 可以活動的友好空間 第一個是可以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在正後的心理壓力 第二個是可以幫助大人們進行一個小孩托管 這樣的話他們就不會在安置區裡邊亂跑 讓孩子們可以在我們這裡很安全地進行活動和遊戲 據悉 清淨兒童樂園是2019年宜兵長林6.0級地震期間首次設立 旨在為正區兒童提供一個有志願者陪伴的友好空間 並幫助其盡快走出災害的陰霾 為安置學生及周邊民眾保新中學的標準足球場上搭起了240多點帳篷 安置點內還設有臨時醫療點 通信保障點等 志願者奔走在帳篷叢林中 發放物資 殺菌消毒 十分忙碌 帳篷叢林中一角 坐在帳篷內檢驗書桌前的李英姿注意力高度集中 在一張中考數學模擬詩卷上分筆記書 完成最後一道大題後 他嘗嘗一口氣 再過不到10天 今年初三的李英姿就要走上中考考場 現在雖然說沒有在教室裡學習 但是能夠在帳篷裡學習已經是很滿足了 盡力披披披自己的心情嘛 雖然現在地震 但是心思還是要用在背在中考上 然後好好學習 針分躲秒不僅是李英姿和同學們的心願 也是救援人員和志願者的任務 為了延長學生們的學習時間 也為了解決安置點民眾照明難題 當日下午 國家電網四川雅安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0餘名救援隊隊員 針分躲秒為每一頂帳篷安裝照明燈 提到人物過來保新公司支援 總共50餘人 今天的人物是 負責這個保新中修安置點240余景帳篷的照明安裝 我們安裝的是這個營機救援隊伍 都是行業內的行家 他們過來安裝後 採取了一些心理的服外安裝的措施和技術 實現了這個洩露的居原化防禦這個功能 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 已經做了技術方面的調整和處理 保新縣人民醫院此前收治的32名傷員 基本已轉至上級醫院做進一步治療 來此支援的中國國家緊急醫療救援隊副隊長秦立翔 並未卸下肩上的担子 他一方面要組織醫務人員到各臨時安置點開展核酸檢測 另一方面還要做好防疫消殺工作 嚴防大災之後出現大疫情 夜幕降臨 保新縣城街道上行人已逐漸散去 部分建築上貼有 意味著專業檢測評估安全的可以使用字樣 一些開門營業的超市和餐館 用暖黃色的燈光照亮人在爭分躲秒的每一個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